歡迎回來 在中國五一假期期間 各地事故頻出 下面來看一組中國新聞簡訊 5月1號 廣東梅州高速公路塌陷 截至2號下午 官方通報稱 死亡人數已經增加到48人 另有30人受傷 由於中共一向掩蓋真相 實際傷亡情況還有待調查 目前 官方仍未公布坍塌事故的起因 但把事故定性為災害 網友質疑 事故涉及高速公路 豆腐渣工程 週四下午 山西大同北越恒山景區虎峰口處 石塊坠落 砸傷6名遊客 其中一人送醫後死亡 景區關閉 遊客排長隊退票 有網友說 日夜間程抵達恒山腳下 山體落石擊中遊客 景區關閉 門票 車費 時間都浪費了 武漢公民記者方斌出獄整整一年 不斷受到中共警方的騷擾 租住的房屋被強行解除合同 水 電 煤器被切斷 門鎖也被更換 只能流浪街頭 日前 方斌在社媒X上發表視頻配文稱 我進不去我家門 流離失所 視頻上可以看到他的居住條件簡陋 新唐人電視台實習記者正知綜合報導